话说上级 欧式大豪宅小龙不满意 作为妖界高质量的反产中介 魔王连夜带小龙去看下一套 路上他就开始嘴炮攻击 这个房子绝对让你满意 第一 人类绝对不会靠近 第二 独居还能热热闹闹 第三 绝对不会寂寞孤独冷 这是一套让你一蹦三尺高的房子 小龙一听热血沸腾啊 接着 他们来到了鬼屋 小龙提出疑虑 这里不会有阿飘吧 自信点 把步子去掉 绝对让你一蹦三尺高 吓得 为了小龙运动细胞的发育 魔王说干就干 抓起龙尾进入鬼屋 先给他安排好房间 接着再给他准备 吸尘器 打字机 测带 据说这是抓鬼四肩套 怎么用 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魔王离开前说自己就睡隔壁 一呼就到 正当小龙一人怕黑怕的要死 想出门问魔王要个伙食 小龙躺回床上用背蒙头 瑟瑟发抖 忽然听见 慌荡一声 小龙探出脑瓜一看 发现墙角蹲了个两眼空洞的小阿飘 小龙怕得赶紧去找隔壁老王 阿佩 隔壁魔王 但是常常过道 连个门帘都没有 哪来的隔壁 而这只是钱菜 小龙顺手接过一手电 顺手 不管了 他埋头往前冲 杀过一条血路 迎头出现一道血门 还传来了惨叫声 回头一看 后路还被一群阿飘堵死 小龙只好硬着头皮去开门 注意 前方高能即将迎来S级阿飘 小龙肾上腺素指标声 然后别急 吓死 伴赏过后 小龙被魔王复活 结果苏醒不到三秒 又死了过去 原来这就是鬼屋主人 和魔王闲着没事 想玩点刺激的 但显然这小龙小心脏 没能扛得住那小刺激 直接给他整废了 明显这房子也不适合他 其实要我说 什么鬼都没穷鬼可怕 你也不想想你有钱吗 好了帖子们 赶紧点赞评论三连发 让咱来看看 明天这没有钱的小龙 怎么永远好宅 又如何当上的 蔑视阎龙王的 呃 这名字好二啊 不管了 拜拜